在位于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文保部内 64岁的方国龙与34岁的儿子方辰 正在携手修复一件出土于湖北早阳国家庙增国墓地的甲咒 目前修复工作进入收尾环节 它是目前已知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发现的最早的一套皮甲咒 修复完成之后对于我们中国古代兵器室的演变 它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 1980年方国龙进入湖北省博物馆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 受父亲影响方辰对文物修复亦兴趣浓厚 自2009年起他跟随父亲学习修复记忆 文物珍贵难得修复难度也极大 方辰说于修复师而言要怀有敬畏心 在尊重文物原貌的基础上赋予他们心声 用更好的技术手段更先进的材料 让他得到一个更好的保护 让他更好的延续下去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宗旨 父子俩携手修复曾侯余泳中的经历 让方辰至今印象深刻 曾侯余泳中2009年出土于湖北隋州 出土时残破严重 仅剩8个碎片修复难度极大 方辰介绍在修复中三维扫描技术 3D打印技术的运用与传统技艺相结合 让严重残缺变形的文物恢复原貌 重现昔日风采 这次修复方辰切身感受到文物修复领域 科技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 方辰逐渐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在重大文物修复项目中挑大梁 方辰表示 自己会传承复制 致力于文物修复事业 让更多文物重见天日 重现华彩 我看到自己经过我自己修复的一件器物 在那个展厅向观众展示的时候 看到那些观众脸上洋溢 就那种最近修复怎么这么精美 那种表情的时候 我有种很自豪的感觉